有内地专家估计 武汉大约有2万个无症状感染者 提醒解封之后需要谨慎 做好防护措施 无症状感染者 即是体内带有新型冠状病毒 但是没有病征的人 目前湖北省大约有690名无症状感染者 正接受医学观察 占全国无症状感染者超过一半 健康时报引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首席专家杨永华 根据近日的普查数据 认为武汉的无症状感染者 占0.15%到0.3% 即是大约有1、2万个无症状感染者 虽然他们传染性较低 但武汉解封之后人口流动更大 还是需要警惕要继续做好防护措施 而曾经到湖北支援的医生指出 无症状感染者群体并不多 而且游积可尘不用过度紧张 打个比方来说 如果这一个区域范围之内 他已经半个月没有发现过任何的一个新的病人 那他这种无症状感染者就不会再出现了 可能会出现某些零星的会散发的一些病人出现 但仅仅是零星的散发的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 在北京出席国务院联防联控记者会 说全球疫情明显未到达顶峰 至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织 长钟南山接受中国纪检监察部访问的时候说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强 平均一个人可以传给三个半人 203年SARS就是一个传两个 重新研制疫苗十分迫切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榮报道